嗨大家好,我是苏苏,今天我们来看阴阳魔界,梦中情人 漫画家安德鲁面对干枯的灵感,始终无法做出满意的画作 他丢弃的草稿也很快将纸楼填满 可就在安德鲁看着自己漫画中的美女桑德拉时 浴室内却突然传来了水声 他随即转身查看,结果发现漫画中的美女竟然变成了真人 此时,美丽的桑德拉正裹着浴巾 走上前来抚慰着他的情绪 安德鲁则异常享受,并很快与美女放飞了自我 可当安德鲁再次醒来时,他才发现刚才只是一场梦 这让他情绪低落,瞬间又陷入了困顿之中 但这时,美妙的声音再次响起,安德鲁妄想浴室 过着浴巾的桑德拉竟然由虚幻变为了真实 桑德拉一边挑逗安德鲁,一边将他拉到了另一个房间 然后两人便放飞了自我 之后,安德鲁从床上醒来 他伸手去触摸一旁的桑德拉,却根本触及不到女人的身体 清晨,安德鲁再次醒来 他发现床上只有自己,便起身到处寻找桑德拉 可屋内除了他,再也没有任何人 安德鲁看着地板上空空的酒瓶 便认为之前的一切肯定是他醉酒后的美梦 于是他再次拿起画笔,开始了创作 可没有灵感的安德鲁依然没能完成工作 让他疲惫不堪 但这时,安德鲁突然听到屋内有异想 他以为是小偷,便拿起酒瓶,纹身来到了厨房 而让他震惊的是,桑德拉竟然为他修好了冰箱 还给他做了可口的早餐 安德鲁觉得不可思议 他不断提醒自己,这肯定是幻觉 但桑德拉却紧随其后,并告诉安德鲁 他现在太过消沉 只有重新奋斗,他才能激发新的灵感 桑德拉的鼓励让安德鲁振作了起来 他看着被自己创作出来的桑德拉 内心也重新燃起了希望 他甚至决定好好完成这部画作 并让他蜂蜜全球 可就在两人深情接吻时 门铃突然响了起来 原来,安德鲁已经推迟了两次交稿的日期 经纪人这才赶来催要画作 安德鲁根本没有作品可教 他也只能躲在屋中选择了逃避 经纪人离开后 桑德拉为安德鲁收拾好了工作台 这安德鲁非常感动 他随即决定认真创作 并让漫画中的桑德拉成为人们喜爱的角色 接着,动力满满的安德鲁便开始专心作画 他的状态越来越好 并很快完成了一幅幅精彩的画作 桑德拉则每天陪在他的身边 帮他泡茶,与他缠绵 可突然有一天 安德鲁却发现桑德拉不见了踪影 他四处寻找 终于在屋外发现了正与电线工山姆聊天的桑德拉 安德鲁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他没想到别人也能看到桑德拉 电线工离开后 安德鲁质问桑德拉 为什么别人也能看到他 桑德拉则表示,自己或许也是电线工的梦中情人 可安德鲁对桑德拉与山姆的聊天非常不满 并坚持桑德拉并不存在 他只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人物 但桑德拉却回答,自己肯定存在 两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桑德拉也随即转身离去 夜晚,两人躺在床上,一夜无语 第二天清晨 安德鲁看到桑德拉穿了牛仔裤 便试图干预,并嘲讽她的着装 桑德拉则静止拿着车钥匙准备出门 可桑德拉并没有理会 随即就驾车离开了住所 由于安德鲁没能来到路上的汽车 她只能走了很远的路 才终于找到了桑德拉 桑德拉看到安德鲁追来 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而安德鲁看着车上山姆的电线 便愤怒地表示 桑德拉只是她创造的人物 所以桑德拉必须服从她的指令 但这时,山姆再次出现 看着她与桑德拉谈笑 安德鲁便准备教训山姆 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她根本触碰不到山姆 山姆也看不到她 安德鲁这才意识到 山姆肯定是桑德拉幻想出来的梦中情人 当晚,安德鲁看着正在画漫画的桑德拉 便强调自己不需要桑德拉帮她画画 安德鲁还提出了一些规则 桑德拉必须以她为中心 而且也只能属于她一个人 但这时,安德鲁看到了房间里的山姆 让安德鲁非常愤怒 他告诉桑德拉 他既然能画出桑德拉 同样也可以将她擦除 让她彻底消失 可当安德鲁一把读过桑德拉手中的画像时 他却发现之前桑德拉的画像已经变成了自己 而眼见安德鲁不明所以 桑德拉便说出了真相 原来,桑德拉和山姆都是真实的人类 安德鲁才是桑德拉创造的漫画角色 漫画家桑德拉正在经受没有灵感的痛苦 所以他才创造出梦中情人安德鲁 来帮助她完成创作 而现在,桑德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失控的安德鲁 于是他随即便开始擦除安德鲁的身体 安德鲁也开始一点点消失 此时,安德鲁开始拼命恳求桑德拉手下留情 可桑德拉却决绝地将画像全部擦除 因为他明白,他必须让自己从幻想中回归现实 虽然桑德拉还是有些悲伤 但山姆的安慰很快就让他倍感轻松 桑德拉也随即将擦除的白纸揉成一团 然后无比坚定地扔到了地上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